刘邦就有政治家的气魄 刘邦平定了天下以后 刘邦本来跟他们 你要知道他是庭长出身 他手下的人原来地位都比他高 包括萧何 萧何本来是县里的官员 县里的也有一个干部 刘邦是一个庭长 但是他们两个后来他们还都服刘邦 后来刘邦打下天下以后 谁功劳最大 大家吵得不够可以叫 吵声说你看看我身上有72个伤口 72个当然不是具体的数字 我有很多伤口 我打下了几个城 我大战几次 周波索我打几次 刘邦后来搞得没办法派台子 你们这些人都不行 谁功劳最大 萧何 大家不服啊 萧何打下来哪个城市啊 他参加什么战争啊 他说萧何我在前方的时候 他给我发兵 给我运粮草 都是 你们看到过人家打略吗 打略那人带了鹰犬带了老鹰 你们就是老鹰跟鹰犬 而萧何是那人 人工 你们是个工 刘邦真的发起火了 下面这篇人还是拼他 这样子封了一些人之后 下面还雷不及封了 下面大家议论纷纷 我们封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啊 当时为了调和矛盾 他让韩信做齐王 后来把他给为楚王 让朋友做梁王 王爷封的 宜姓王爷封的 黑头 那么下面这将军们雷不及封啊 一个一个议论纷纷 他远远的看到了 刘邦说这群人的议论什么啊 他手下的张良他们告诉他 他们在谋造反 刘邦吓了一大跳 天下刚定就要造反 他说因为你来不及封嘛 但他们等不及了嘛 看看你天下的土地都封完差不多了 他们还拿什么是不是 那刘邦说怎么办 张良说你找一个 你最有意见的人先封下去 那么他都能够封的话 那么大家心就平了 刘邦说 他说你最讨厌最恨的是什么人 他说庸祠 庸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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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名字 庸祠本来是跟刘邦一起起兵的人 刘邦到别的事情办事情去了 把这个根据地都交给庸祠管 庸祠就相当于后来的萧和 没想到刘邦到前线办事情去了以后 庸祠呢把他的根据地都搂了头 投奔人家去了 把刘邦活得要死 后来打断 去打不打 过程很复杂 庸祠又回到他的部下来 当然庸祠永远得不到刘邦的信任跟重用了 在刘邦最困难的时候 他背叛了他 是不是 所以刘邦说 现在我最讨厌的还是他 张良说 张良陈兵跟他讲 你就先封他 给他一个合作作 其他人都心里都安了 第二天别的人没有封刘邦先封庸祠 你做什么合 你怎么样 大家一听 用处都封合 我们肯定有合作 你放心好了 我的地位比用处重要好 刘邦对我的印象比他重要好 刘邦到底是政治家 他不以个人的好物来分封 他又伟大 所以他后来能够做皇帝 你看这里 这个项羽搞得一塌糊涂 毛灯搞出一大堆了 所以他不败才怪的 所以你看司马迁的叙述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他就告诉你一个道理 他没有议论的话 但我们到死寂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 此时汉还定三秦 那个时候刘邦已经出来了 我们说明修战道暗渡秦昌 刘邦出来以后 他任用了一个韩信 是吧 他把三秦就是张干司马兴懂义 所管的这个地方全部拿下来了 刘邦很聪明 向天下宣布 这个本来就是异地怀王封给我的 项羽不给我 我现在要把他拿回来 别的地方我不想 我就要拿这个地方 刘邦打三秦的时候向天下报告 这本来就是我的土地 我不是打他们 我是拿回我自己的土地 所以天下人觉得这个还是好 所以刘邦的策略很好的 项羽当然不高兴 项羽闻汉王介于病观众 且东其处有盼子大怒 那一故无令正昌为韩王一句汉 领萧公交等及彭月 彭月拜萧公交等 汉似张良迅寒 那且梁王输月 他并且给向羽写了封信 刘邦你看 到底是个政治家花样很多的 你看 汉王是这 又在关中 如月之子 不敢东 他说你下雨放心 我就想拿回我原来封给我的关中的土地 四川八州太远了 太偏了不好 这个土地还得我要 我拿回我自己的土地 我就停止了 我不敢再往东面来了 他并且又把齐国跟梁国的写来写信的写来写去那些信啊 也送给向羽 他称向王为兄弟 你看 我就会拿回自己的土地 你当时不给我 对不对 我先拿回来 他们才是你的大患 就是齐国就是山东 河南 这个地方才是你的大患 并且把雷王的书信都送给他 他说齐予御兆共密楚啊 楚 因此项羽这边呢 以此故无惜意 项羽像算了算了 山秦你要拿就拿吧 反正本来这三个秦王本来跟我也是冤家对头 你要杀就杀吧 啊 杀了算了拉倒 你反正留包在陕西 离我这里还比较远 我现在在江苏的北部 啊 那么北面的山东啊 啊 西北面的河南 这个倒是一个大患 他就去打山东跟河南去了 而北极齐就打山东 真兵九江王部啊 他要叫九江王阴部啊 也过来打 这个阴部呢 春节不枉 啊 是将将数千人行 向王由此怨不掩 啊 向于并且向真 九江王阴部啊 过来帮我一起打 九江王不听啊 不听 向于呢跟九江王阴部就闹矛盾了 后来阴部呢 后来就投向柳邦去了 啊 汉自二年动 向于最北自成阳 田荣也将兵会战 田荣不胜 走自平原 平原名沙子 最北梢 一骑沉过手窝 借坑田荣想桌 戏露其老的妇女 迅其子北海多嗦残灭 这个北海 北海就是八海 北海就是八海 我已经上课给大家讲过了 深境一通 北海就是八海 所以我们中国有黄海 东海 南海 还有一个北海 北海就是八海 我们今天叫 其人相聚而叛自 于是田荣帝田横 收起王座的数万人反承阳 向王因柳连战未能下 你看看 向于在山东那边啊 打仗 连战未能下 流连在那边打 实际上也告诉我们一句话 刘邦西面已经达到了很大的发展 刘邦西面已经达到了很大的发展 汉王不五诸何兵 返五十六万人 刘邦这个势力已经达到五十六万人 东伐楚 向王文字 乃令诸侯既旗 而自以为精兵三万人 从南崇楼出湖岭 四月 汉剑已落盆城 收起 互保美人日资酒高贵 刘邦打到 五十六万人 打打 已经打到向王的根据地了 把他的徐州要打下来了 并且资酒高贵 因为徐州城里有的东西 老酒 美酒都有 什么东西都 首都嘛 像于打仗狩猎的东西都放在徐州 向王一贴到首都被占了 你看 乃西重萧 陈济汉军耳东 自蓬城日中 大铺汉军 他是带了三万人 这边是五十六万人 他三万人打得流包落花流水 你看 汉军借走 香水若垢四水 撒汉座十余万人 向于打仗真的会打 真的会打 汉座借南走山 除有追之子临别东追水上 汉军却退了 围初书记都杀 汉座谁与人借了追水追水 围子不留 在追水当中又死了十多万人 围汉王三藏 把汉王包围起来 围了山子 很多圈把他包围起来 山不一定具体的山 很多圈把他包围 于是大风从西北起 真不法我杨沙舍 幽冥周会 逢云楚军 楚军大乱 坏塞乃汉王乃得与四十七顿去 大家看看 救天人自机 这个也是救天人自机 向于已经把汉王团团包围住了 马上就可以抓到刘邦了 没想到老天爷出来帮了刘邦的忙 这个大风从西北而起 这么法我杨沙舍 邀民周会 白天变得像晚上一样的 刘邦只带了几十个人逃走了 逃走了 刘邦这个人是个政治家 他经得起失败 五十六万大军打去的时候 被他三万人打败 没关系 打败了我再给你来 向于从来打胜仗的 只有改下一站打败 他怎么办 这个事情我五年见江东富饶 很多机会向于可以逃的 不逃 你看我一个人活着 有什么意思呢 刘邦把腿就逃 逃得可快 战争嘛 身败兵家床宿嘛 向于是经不起失败 向于是经不起失败 于故陪 刘邦想经过自己的家 收家事儿期 厨也使人追子陪 去汉王家 把刘邦家里人都抓 结果呢 家借王 不得与汉王相借 汉王道逢的校尉鲁媛来追行 校园 校慧就是他儿子 鲁媛就是鲁媛公主 以后分为鲁媛公主 就是他女儿 就是呂后生的一个大女儿跟大儿子 这一行 汉楚季追汉王 汉王界 街渡 推渡 校会 鲁媛居下 邓公常下车 这一字 这个车子太重了 儿子女儿一起站上来 车子跑不快 女儿下去 儿子下去 我一个人跑 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我不知道 司马迁这样子写 司马迁的向于本 他这些高筑本纪里 他绝对不敢写这种东西 但在别的人的传记里他写了 他说刘邦这个人没人性 是不是 你看儿子女儿都丢掉 逃难逃起来 他全顾自己 真实不真实 不知道 这个我 所以大家千万记住 司马迁的死记啊 是无孕之离 离骚是文学作品 大家千万记住 到底有没有真是这样的事情 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不真的 因为这种小细节 司马迁怎么知道 是不是 要么人家告诉他传说 也可能的 也可能 反正刘邦这个人 在别的传记里 别人的传记里面 司马迁把他写的不这么高尚 邓公就是给他驾车那个人 他经常呢 下去把他收罪上来 如是者三 这个 如是者三 三也就几次啊 邓公跟他讲 谁就不可以娶来和妻子 你这次紧急的情况下 儿子女儿怎么好丢掉呢 要么大家一起死 是不是 与世罪得妥 求太公女后不相遇 刘邦起义了这 他老爸后来跟着受难 他老婆也跟着说呢 沈亿季从太公里后奸行 求汉王反育楚军 路上要去找刘邦 没想到碰到了项羽 我估计他们的军装颜色差不多的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友军嘛 是不是啊 就是友军嘛 衣服差不多 楚军醉一鬼包项王 项王长治军中 好 这两个人质抓住了好 把刘邦的爸爸把刘邦的老婆抓住了好 放在军中 什么都碰到了 我给刘邦看 此时 刘邦的兄弟们也跟着刘邦起兵的 刘邦打败了也去投靠他 也去他那里 自营养诸败军借会萧河 也发关中扰弱魏府 续营养佛大征 除其于蓬城藏 春生着北 与汉占营养难经色减 汉败楚楚已故 不能故营养而息 所以这个时候萧河起的作用很好 他把后方的兵力啊 粮食都发过来 刘邦慢慢的可以 汉军营养 刘邦遥养 汉字三年 向王苏庆道 汉拥道 汉王舍法 孔 请和 各营养以稀为汉 向王于听子 林阳侯范正月 汉也于耳 就是汉呢 很容易反复的 反复无常的 今是复取后必惠子 这个他没信用 向王呢 于范正 激功营养 汉王坏子 那用陈平济兼向王 陈平这个人啊 经常出一些阴谋轨迹 帮助刘邦 你想 下面一个阴谋轨迹 什么阴谋轨迹呢 想着 向王死者类为太劳聚 向王一个死者来了 刘邦也请他吃饭 吃饭的时候 刘邦还没出来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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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勤部门把饮食已经先搬上来了 太劳 太劳 太劳什么呢 全猪全羊 全牛 杀牛 杀羊 杀猪 非常丰盛的 就是有猪肉 有羊肉 有牛肉 上来吃饭 已经上好了 并且向王的死者也已经看到了 举岳靖子 见死者 仰靖我约 无以为亚父死者 乃反向王死者 把这个菜端回去了 下面说 哎哟搞错了搞错了 原来以为是犯征亚父的死者 原来是向王的死者 向王的死者 现在打仗那么辛苦 那么好的饭 不给你吃了 更此去 就是换了 以务食 是向王死者 给他吃很差的饭吃 叫了个宽餐给他 你吃了 开了我 向王死者 一肚子挠虎 打仗的时候 本身吃不到好东西 羊肉 牛肉 猪肉都已经看到了 没得吃 挠虎不挠虎 还是因为我不是亚父的死者 原来亚父的死者 还可以对于那么好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饭征是很忠于向羽的一个人 大家都过洪门宴也知道 洪门宴里面这个饭征 几次举了一个句 叫向羽下去心把把刘包杀掉的 就是那个人 死者归报向王 向王乃于饭征亚汉有死 这个真是莫名其妙了 这个向羽这个人 真的不是政治家 一下子就上道了 这个叫反奸计 反奸计上道了 双夺自权 双就是渐渐的 渐渐的把他权夺掉了 范征那个时候 在向羽那边的角色相当于一个参谋长 参谋长有时候可以调兵的 慢慢的向羽不让他调兵了 范征大怒 范征大怒 我已经安定了 我年纪大了 你也用不上了 愿此给过归正 希望你让我退休回家去吧 没想到这个向王居然同意了 向王许之 他本来是犯牢骚的话 是不是啊 结果范征一路走一路生气 行位子彭尘 居发背而死 每走到彭尘的时候 背上长了个仓 后来就死掉了 这种老年人容易生的一种病 长了个仓 就死掉了 实际上是气死的 范征是气死的 范征是一心向帮向羽 最后向羽对他反而怀疑 他生气而死 范征去了以后 向羽是连连败仗 没有人帮他出谋划刹 汉将鸡心碎 汉王月 肆意坚以亲为王 王处为王 王可以坚措 这个在营阳打仗的时候 又打败了 刘邦又被向羽包围在营阳城 河南营阳 包围在那里 这个一个寄信 跟刘邦说 你写的最紧要的是 你刘邦逃走 怎么办 他说我假扮你刘邦 坐车子慢慢出去 我从东门走 你从西门走 我们走 于是汉王夜错女子 营阳东门 披加两千人 处兵四面击子 寄信称王我车 父祖渡 沉重舌尽 汉王祥 向王祥 他开头呢 这个 汉王把营阳城里的女子 女子集中起来 集中起来 从东门出去 东门出去 为什么出女子 军中的人 大部分都男子 长久没有看到过女子 那么多美女从东门出来 大家都去看 并且说 汉王就要投降了 大家都去看 反正要投降了 不打仗了 对不对 结果这个 汉王出来特别的慢 先出女子 两千个女子慢慢的出来 出来 这个女兵的部队慢慢走过去 走了之后才汉王出来 那么个时间当中 刘邦已经从西门逃走了 从门逃走了 等到这个贾汉王出来的时候呢 楚郡介乎万岁 汉王也于素世纪 从陈西门出走陈高 向王见祭姓 向王说 把刘邦带过来 带过来仔细一看 不是刘邦 是刘邦手下一个假扮的 名字叫祭姓 那么这个项羽也是认识的一个将军 他问他汉王安贼 汉王哪里去了 他说汉王已经出去 已经走了 向王刷杀祭姓 把他刷死 把我时间都耽误掉了 那个假你竟敢换 所以刘邦后来做了皇帝以后 对祭姓他是封赏的 封赏就是封赏他家里人 后代 当时是彭越肃反良帝 举处粮食 向王换字为高主 刘邦跟向羽打着打着 打着厉害的时候 这个彭越 地位就在韩信下面了 也带部队也在打 他没办法了 为高主 高主就搭了一个很高的台子 很高的台子 上面可以杀人的 那么自太公起上 把刘邦的父亲放在上面 告汉王曰 金伯之下无碰太公 汉王曰 吾于项羽去北面寿命外亡 又为兄弟 吾翁皆如翁 碧月烹饪熔 他兴奋我一杯羹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番话 向王怒于沙子 向伯曰曰 天下是未可知 且为天下者不顾家 虽杀子无业 知一霍尔 向王虫子 我们下语本集很长 《死记》里面书也很多 那么我们这个死记 我们就讲到这儿 讲到这儿 其他的死记 我们下面不讲了 大家回去自写 好不好 看得懂的 小灰尔 看得懂 发行 咱们 谢谢大家